雪南而巴生,沙亚南和巴达林县区的居民再次遭遇了治水 由于沙亚南五级日落洞八区的水泵出现了故障,影响了水贡 但好在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及时修补 预料将在明天早上九点能够恢复全面的水贡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今天中午发文告透露 由于水泵电力系统故障 雪州三个县署有41个地区受断水的影响 包括了五级哥文宁、双溪甘地丝和甘板科本 维修工作在下午一点半宣告结束 可以分阶段的恢复水工 截至傍晚六点,大约13个地区已经恢复了水工